我们继续来为您分析 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疑似非自愿被穿扶离场 当时他的儿子胡海峰 应该也就坐在台下目睹整个过程 那中共后续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动作 要请国际记者陈传泰为我们来分析 好的主播 不管是什么动作或是回应 中共通常他们会用维稳这个原则去进行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 其实胡锦涛疑似是非自愿离场 很多人都认为说他是被搀扶离场的 也有很多人都觉得他是被驾走离开的 不管是如何 他离场的这个过程 他其实在中间有拍拍 总理李克强的肩膀跟头部 那么这个动作 其实引发了国际间很多的揣测 所以外界有人在猜 胡锦涛是不是在为习近平的连任表达不满 我们其实在画面中也可以看到 旁边的习近平 他其实一下子是看了一下胡锦涛 一下又往另外一边看 那一下是点点头 那一下子又是在嘴巴上念念有词 那么外媒 Foreign Policy的报道就说 其实习近平是计划性的公开 羞辱胡锦涛的 不过大陆官媒新华社官方 官方推特账号 昨天就表示 当时胡锦涛 还是他是身体不适的状态 推文还有写到工作人员 是为了他着想 就陪同他到旁边的休息室去休息 然后他最后是身体好多了 那么确实胡锦涛这件事情 在推特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不过在大陆的社群媒体 也就是微博 你只要搜寻胡锦涛这三个字 完全显示不出相关的动态 只会看到一些 政府官方的微博的发文 显示这位前领导人 也就是胡锦涛的大名 已经沦为敏感词 至于二次大闭幕会议 胡锦涛坐在厂下的儿子 胡海锋 也就是刚刚主播提到的胡海锋 可能也目睹了他爸爸离场的 整个过程 那这件事情可能和他 也脱不了太大关系 因为这个微博搜寻 胡海锋三个字的话 同样也找不到相关的结果 那胡海锋的名字 似乎也被列为禁词 遭到全面封杀 那我们知道胡海锋 在胡锦涛2012年 交棒给习近平之后 他在2013年开始转入政坛发展之后 2016年当上了浙江省的 嘉兴市的市长 在2018年当上了市委书记 原本是试图被一片看好的 但到了现在 胡海锋还是到现在 大概还是原地打转的 所以经过这次胡锦涛 离场事件之后 很多人都在猜胡海锋的未来 是不是看起来不妙了呢 以上直播 好 有关后续的一些详细原因 我们也会再为您追踪分析 当然除了中国大陆 我们也要关心的是 英国首相特拉斯 上任才短短一个多月 就因为财政政策 引发了政治金融混乱 现在狼狈请辞 而执政的保守党 他们也准备要举行新的党魁选举 只是从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 这英国保守党的支持度 已经荡到谷底 要再交给陈泰 好的 主播 这一份21号发布的民调显示 保守党的民调支持度 只剩下14% 崩跌的 为什么说是崩跌呢 因为一个月前 保守党的民调支持度 它是从33%到21% 那时候是英国首相特拉斯 他刚上任的两个礼拜左右 至于到现在 一个月后的现在 现在是跌了7% 也是7个百分点 现在已经剩14% 荡到了保守党 50年来最低记录 至于最大反对党 工党上个月的民调是非常高 有41% 现在已经来到了54% 遥遥领先执政的保守党 那么现在工党党魁施凯尔 在网路上发起了一个活动 什么活动呢 这个活动是联署 要求整个英国要重新大选 现在已经有超过80万个人 在网路上在线上 联署参加这个联署活动了 那大批的选民认为 确实英国现在应该要重新大选了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保守党真的没什么在做事 而且搞的政治和金融都非常的乱 不过有一些选民觉得 其实时机还是不太对 因为毕竟英国女王才刚驾崩没有多久 然后再加上确实经济和金融都还非常的乱 所以时机点还不太对 应该要等整个事情稳定下来之后 再来大选 不过以正常的程序来说 现在英国保守党 确实要选出新的党魁来当新的英国首相 而现在呼声最高的两个人 一个是前财政大臣 也就是苏纳克 另外一个是前首相强生 那么他们两个人稍早已经举行面对面会谈了 那么因为保守党党魁选举周一就要截止登记 原本跟家人在多米尼加度假的强生 已经提早搭机提前回国了 要力拼东山再起 我们可以看到稍早的画面上 班机有缓缓降落到伦敦的盖维克机场 准备积极备战保守党主席选举的强生 走出机场的时候 他还不忘向选民挥挥手致意 只是想成为候选人 门槛必须取得100个议员的选票 目前只有苏纳克率先得到这个选票 长生在国会的铁票只有65到65席之间 要跨过门槛还需要加把劲 目前苏纳克和强生都还没有正式宣布参选 保守党预计要花一周的时间 才会选出新的党魁 周一会选出这个三名候选人 参加第一轮的选举 那接下来最后进入决选的两个人 再会当地时间的周五 也是下礼拜五一决胜负 好的除了英国 最近欧洲还有另外一个国家 迎来新的政权 那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前天正式任命了 极右派的党魁叫梅洛尼 成为意大利史上第一个女总理 那么她还曾经在受访的时候 强烈反对大陆侵台 详细情形再带点一块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师也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